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身边的是费力证券的董事黄伟杰 黄师傅 黄师傅 你好 Yvonne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然后下面请师傅跟我们回顾一下 本周一个股市的主要情况 好 这个星期港股是继续下行探底的 恒生指数在星期二跟星期四 两次下跌到接近19,100点 星期四最低是19,110点 然后星期五收盘是在19,519点 相对上一个星期反而是上升了199点 升幅1% 另外国企指数星期五收盘到6,616点 相对前一个星期是上升了2.6% 科技指数在这个星期五收盘到3,980点 相对前一个星期升幅达到5.2% A股方面这个星期表现就比较反复 上升中指这个星期是上升了0.6% 但是乌生三百跟深圳城指这个星期是分别下跌了 乌生三百这个星期是下跌了0.2% 深圳城指这个星期下跌了1.4% 这个星期港股基本上是受到外围的一些因素 因为美国方面那个西股银行上个星期我们也有谈到出现支部抵债被解管了 然后这个星期又再爆出瑞幸 瑞幸信贷资金不足寻求助资的因素 而令那个美股呢大幅的波动 不过呢后来市场呢就预计因为有时候我有一句成语成语就是 夫息货所以货货有时候是交集的 因为银行体系出现了不稳定 所以市场预计联储局呢会放慢那个升息的步伐和 升息的力度 加上这个星期美国公布的那个零售数据也出现那个下跌 所以还有就是那个CPI也出现一个涨幅的回降 所以呢在星期四的时候呢美股呢已经开始见到那个传定 那个跌势呢稳定下来 而港股呢这个星期呢 虽然恒生指数在创年内的新低 但是我们从技术走势看到呢 一丝背词的现象呢开始了 就是所谓的底背词 是我们观察那个相对强弱指数 恒生指数呢这个星期是在创了年内的新低 但是那个恒生指数的9天的相对强弱指数RSI 在这个星期呢并没有跌破2月28日的那个低点 反而是看到那个低点呢 RSI的低点有逐步上移的一个趋势 而另外一个背词的信号 我也留意到就是科技指数 因为前一阵子呢科技指数呢走势是比恒指还弱的 是先于恒生指数去下跌 但是这个星期恒生科技指数 并没有跌破上个星期五的低位 上星期五低位最低跌到3754点 而这个星期呢也没有 没有一天是低于3754点的 而且呢那个RSI科技指数的相对强弱指数 也同样出现一个底背词的情况 所以我相信呢 港股呢应该差不多在租底的一个阶段 如果在守得住那个19000点 而且能够升回100天线以上的话 可能这一波的调整浪呢 已经差不多接近尾声 因为之前我们预计呢恒生 港股这一波从1月初的高位 恒生指数是从22701点下跌 我自己看是一个调整浪 调整从去年10月低位14597点上升到22701点 升了8100多点 如果调整升幅的一半的话呢 差不多就18670点 而在19100点 其实已经接近调整幅度的一半 有时候也不会说是一定要调整一半 才完成那个调整 如果我们看到有一次见底的信号 那我们也需要可能调整我们的修订 我们的那个预期的那个下跌目标的预期 而科技股方面呢 基本上是已经达到那个五成的调整幅度 因为科技指数是从去年10月的低位2720点 上升到1月的高位4826点 升了2106点 如果调整升幅的一半的话呢 就会见到3773点 那上星期五的低位3754点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个二分一的那个调整的幅度了 谢谢师傅 然后刚才师傅讲的时候呢 其实也回顾了上周我们说了RSI出现被迟的一个情况 就是探底的情况 然后现在的话可能就是很指的一个 个期望值的话 我们可能稍微预期好一点 不至于去到上个礼拜说的18600点左右 对 然后刚才师傅你也说了西股银行的倒闭嘛 然后这周呢 就是其实也很多美国的银行都有一个大危机的 西股银行SUB SVB和Signature银行都相继倒闭 但是呢美国监管机构就采取行动 接管了这两家银行嘛 提供了支持 周五呢又有11家大型银行出手 向第一共和银行 组资300亿美元的流动性 在师傅你看来就是美国中小银行的困局是不是已经缓解 还是说可能持续之后还有不定时炸弹 就是有哪些银行可能再爆雷 好 一般来说呢银行出现那个不稳定或者是那个财务的危机 很多时候呢是因为在贷款借贷方面那个风控风险管理做的不好 而且呢抄额的抄贷 抄额贷出去 然后那个还款的人呢 那个没能按时还款 就出现坏账 你看2008之前的次案风暴 次贷危机 第一呢就是基于银行呢很难带出去 给一些还款能力比较差的人 到最后 加上房价下跌 因为当时候他们用那个房产做抵押 当房价下跌的时候 这些人无力去偿还那个贷款呢 那整个金融和银行的体系就出现了问题 而且当时候呢更把那些抵押的贷款 包装成那个迷离的债券 卖给很多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那个散户 还有当然大户也中伏了 那个时候 但是这一次西股银行的我觉得呢 它出问题呢不是因为抄贷 也不是因为那个资产支数出现一个很大问题 突然之间很多坏账出现 不是这个问题 这一次呢主要是它持有的债券的组合 因为联储局不断的升息 导致那个债券价格下跌 在息上升 而也刚好面对那个传户去提款 它就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应付那个提款 就需要出售手头上的债券 但是这次债券呢基本上如果它不是违约的债券 它持有到到期的时候 它是可以100%收回那个本金的 但是如果现在它还没有到期 它要按那个市场的价格去出售 去raise money去筹集这个资金 就变成本来100块的投资 它出售了只可以收回60块70块 然后出现支不抵债的那个情况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最近已经和缓了 因为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联储局还有财政部出手 去稳定那个投资者的信心 保证投资者所有传款都可以取回 那就首先减轻了这个机队的压力 提款的压力 第二呢就是因为联储局呢时常认为 可能这一次事件发生之后 那个升息的速度会减慢 所以债息又有所回落 再加上之前因为资金的避险流入那个债市 让那个债券的收益率显著的下降 所以那个债价就上升了 债价上升了 那银行持有的债券 它的那个mark to market就是 即价的那个价值就上升了 所以面对的问题已经减轻了一半 再加上其他的大银行 也通过一个传款 去给这些中小型银行 一个流动性的支持 其实大银行它不会做 它这次也不是要赚钱呢 因为它只是做这个deposit 就是传去赚一些利息 它也不是组织 也不是去收购 它其实它这个动作已经告诉大家 现在中小型银行面对的问题是流动性 那那个手头持有的那个资产 因为不够流动 所以应付不了短期的那个提款的需求 只要流动性足够 那个问题就可以受控了 好 谢谢师傅 然后就是美国那边呢 就银行倒闭 然后英国那边 欧洲那边呢 就是针对瑞幸的暴雷嘛 刚才师傅你也说到了 但是欧洲央行呢 周四还是坚持加息50个基点 存款利率上升到三厘的 然后对未来的吸口呢 这次却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表态 拉加德就表示呢 既要保持物价的稳定 又要维持区内金融的稳定 师傅你怎么看待他这一个举重 我看欧洲央行现在的处理方法是 平常我们方法是 平常我们说两害取其轻嘛 但是这次他的处理的方法 就是两害取其重 通胀跟那个银行的问题 首先呢我觉得瑞幸的银行 瑞幸的那个问题呢 就跟瑞幸的不一样 因为它影响 它是一家投资银行 如果它出现问题 可能影响的 它都是一些大户 不会像一些中小型银行 一旦倒闭的话呢 会影响那些小型的传户 很多小家庭可能受到冲击和影响 所以那个影响面是不一样的 而且呢瑞幸也很快的 获得瑞士央行的那个财政上的援助 所以呢问题就稍微稳定下来 而现在欧洲面对的通胀问题 比美国还严重 美国现在那个通胀CPI已经 那个年涨幅已经放慢到6% 但是欧洲的通胀 欧元区的通胀 比美国还高 所以对欧洲央行来讲 它现在的头号敌人呢 还是通胀 所以也不敢落后在这个曲线之后面 所以这一次还是确定 深吸办理去让这个通胀降温 因为欧洲央行既定的通胀目标 跟联储局一样也是2% 那现在距离还是跟那个通胀的实质的情况 跟那个目标还是相距蛮远的 所以他们应该还会维持这个深吸的手段 就是如果到时候看到一个经济数据出台的话 可能就是在经济稳定比较 就是监督的比较好的情况下 可能还会持续加息对吧 对 然后刚才师傅就跟我们说了 就是银行的问题 还有就是美联储 还有欧洲央行那边的问题 然后最近的话就是国内就是非常有一个产品 非常的就是让人瞩目啊 就是百度的文心意言 然后CHAT GPT呢就是之前爆红 然后百度呢周四就发布了他的新智能产品 就是文心意言 然后在发布会的仅一个小时之内 就是用户 企业用户就已经到达了3万多家 然后师傅你觉得就是文心意言 能不能对标GPT4就是刚更新的一个版本吧 然后怎么看待他的后续发展 嗯 白度的股价在昨天跟今天呢 也有一个很戏剧性的发展 昨天下午举办了文心意言 那个发布会以后 因为投资者觉得好像没有太厉害 而且李彦宏也的发言也比较保守 所以股价呢 昨天下午是下跌的 但是今天呢 又大幅的回升和反弹 我觉得呢 这个其实是市场的反 昨天的反应有点过敏 因为现在那个CHAT GPT还在一个测试 而且在不断优化的阶段 因为它是也涉及那个机器的学习 Machine Learning 你学习需要一段时间 才会变得聪明和精准 所以CHAT GPT OpenAI的 它刚13月15号公布了那个4.0的版本 也是从1,2,3,3.5到4.0 不断的进化 不断的优化 据他们介绍现在CHAT GPT 4.0的版本 跟3.5比较呢 其实是powerful 更强大 更强大很多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呢 文星一言也会按照同样的途径 就是慢慢的不断的优化 不断的改善去发展 所以这段时间呢 我觉得对股价 因为市场有所期待 而且也预计 也预计 未来它的应用的场景 会不断的扩大 所以应该对白度的股价 会带来一定的利好 从技术分析来看 其实现在科技股当中呢 那个技术走势还处于强势的股份 真的不多 白度是为少数 还那个股价还 站在100天跟250天线以上的股份 其另外一支呢 就是腾讯 不过腾讯就没有太多消息 白度有这个 XGP的消息 所以它的股价会比较 比腾讯有更大的波动 好 谢谢师傅 然后就是 刚才说完了产品 然后最近的话 电商方面呢 也非常的不平静啊 就是三八妇女节 京东呢 就异常的出了 白亿补跌对标拼多多 就是其实之前的话 大家都没有想到 他们两个会是一个竞争对手 然后拼多多旗下呢 特姆又与中国 国快食商品牌Sham 在外国 就是外国市场 北美市场 抢占那个 评价服装的市场份额 然后更大打 就是法律战 师傅你怎么看待 就是电商呢 在先价格战 然后低价战略的话 现在还能奏效吗 其实我反而觉得 一早已经预期呢 京东跟阿里巴巴 和拼多多呢 会终极一战 一定会 因为 他们开始的时候 是隔自有自己的市场 对 京东跟阿里巴巴 主要是针对一二线的市场 而拼多多呢 就针对三线以下的低线市场 对价格比较敏感的 但是到了一个阶段 双方的市场的占有比率 都已经去到一个天花板了 所以就需要去抢夺对方的市场 像京东跟阿里巴巴也曾经有一段时间 现在它做的就是去 抢夺拼多多的市场 所谓的下沉那个市场 去低线市场 找一些机会和未来的那个业务的增长 而拼多多之前呢 就是上 向一线二线的城市去开拓 它的市场 所以双方其实 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 必有一战发生 对 但是打低线市场呢 我觉得呢 就最后受益的应该是消费者 因为商家还有电商平台 都要提供那个补贴 当迁起那个补贴战的时候呢 其实商家跟那个平台呢 都有影响 对于受益的应该就是消费者 正是京东之前上巴士女节的时候 就是爆出了这个消息 但是市场好像对这个敏感度呢 不是很高 就是它的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集团 看它的股价 那股价反应也没有说 预期的那么受人追捧 嗯 对啊 因为补贴这个 当你有时候减价战 像汽车行业一样 如果你迁起那个减价战 或者是补贴 对方也同样的应战 这时候呢 你就没有那个竞争的优势 就大家都是在同一个 对啊 一个level playing field 一样 所以现在我也看到那个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公布了2023年平台经济的 一个发展报告 因为这是电商平台 还有住宿共享 空间共享 出行交通共享 都是属于共享经济的一部分 那过去一段时间去年的 这个报告留意到一次特征就是 包括电商出行 那个因为疫情的影响 它的市场规模 其实是有所下降的 反而继续增长的一个领域 共享经济的 你知道是那个领域 还有不错的增长吗 其实也跟疫情有关 外卖 外卖 外卖其实 它没有太高的增长 反而比较高的增长是 线上医疗 就是共享那个医疗的资源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人不能出门 看医生也要在线上 现在根据那个报告指出 现在在使用线上医疗的用户 大概是三医左右 占了中国网民总数的28%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 还应该有一定的增长空间 对于一些提供那个线上医疗服务的 像京东健康 阿里健康 还有平安好医生 未来的那个发展空间 可能会比较看好一点 好 谢谢师傅 今天的灰利中目报 其实我们主要就跟大家 回顾了一下 本周的一个股市情况 然后也分析了 就是硅谷银行和Signature银行 爆雷对美国中小银行的 一个潜在的风险 和可能后续得到 就是监管机构稳定的 一个缓解的措施出台 可能会就是那个风险的 程度会有所降低 然后欧洲央行加息的话 可能主要还是因为 欧洲方面的通胀 还是比较高企的 然后央行也是迫于无奈吧 选择了比较严重的那一个 就是在热性爆雷的情况下 还坚持加息 然后百度文心一言的话 虽然说现在对标GPP4.0 可能为时上涨 但是可以看到就是它的潜力的话 后续还是有一个值得比较大的 发展空间的 然后刚才就跟师傅探讨了一下 电商站嘛 然后师傅也跟我们普及一下 就是可能最终的受益者 就是消费者 还跟我们扩展了一下就是线上医疗 可以是一个后期值得 比较关注的一个板块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师傅 谢谢 拜拜 谢谢师傅